英国第一次封城结束之后,我们去了一趟直布骆驼 回到英国后,我们计划前往当时还是在旅行走廊名单上的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Tenerife 总之英国随后又进入了第二次封城 除非商务或必要的飞行外,其他的班机一律停飞 我们订的机票也被取消了 到了第二次封城一解封,我们按照加纳利群岛当地的规定 在出发前72小时做了核酸检验 虽然知道会过,但是等待的过程还是提心吊胆 我们刚做完COVID的核酸检测,因为我们要出国 那其实整个过程也算是心理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们要注册、表备、验证、身份等等的很多细节 绝对不能错过 然后核酸检测的结果会在78小时之内完成 但是我们要在72小时飞行起飞之前 我们要来做这个测验 离我们家最新的步骤,我们刚刚就做好了 这个检测的过程其实就是它就是拿一个很长的棉棒 往你的深喉咙在那边采取这个样本 两侧点条线的地方都采取样本 然后同一支的这个棉棒在往低空里面很深很深的这样 就是已经顶到三个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鼻子的地方比喉咙还更不好受 不过我们都做完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等结果 然后现在心情也压力就好很多了 拿到核酸检验报告后 再到网路上填写西班牙健康表格 登机成功后,他们会发一个四维码 到特内里费机场时 工作人员一扫就知道旅客的名字 货照号码,机舱座位,触发日期等 加拿利群岛是欧洲天气最好的地方 最大岛Tenerife,Tenerife 人口有100万人 但每年涌入碧寒的观光客有500万人 其中英国的观光数最多 其次是德国,第三名是俄国 我们进来Airbnb了 Sit back and relax Quality is our top priority 最喜欢这种文字的游戏了 This is our first meal in Tenerife It's very funny I mean, when we were traveling Even we're not in Asia But once you've got an Asian stomach You're looking for Oriental food Wherever you go This is our second day We're going to go out 根据当地的规定 连湖外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们把它戴好 然后我们再准备出发 Let's go We're going to take a bus 480 The first year doesn't take cash The first year doesn't take cash So you have to buy a bus ticket Like this I'm going to quit it here 疫情期间尤其在冬天旅行的话 当然要特别小心做好防控工作 但是呢旅客非常的少 你看我们几乎就是包整台车 车子里面寥寥无几 许多人开车来到位于山腰的Arona旧城 可能会有点惊讶 它不是一个热闹的观光景点 甚至有点像落幕的古都 但它却是整座岛最富庶的Arona区的行政中心 区内包括观光客最多的著名海滩 Los Cristianos 还有Los Americas度假海滩区 任何想要移民到这个岛上的人 可是都要来到山上 到这里来办理手续呢 这里整个城镇主要居民为西班牙人 建筑保留浓厚西班牙风 阳台 十字路 矮墙垂吊着颜色鲜明的九重阁 窗台装饰着美丽的盆栽和鲜花 查到我们家附近有中超 回到家不久又出门去采买 除了本地的西班牙超商 我在网络上面又看到有中超 然后他们一共有两间 这是其中的一间 我在第一间已经买很多了 然后奶茶在外面 赶快跑进来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隔壁还有另外一间 然后所以我第一间 买完之后赶快又到第二间 第二间我买的不多 因为第一间实在买太多了 第二间呢我就买了一些冷冻的 但是第一间你知道吗 第一间他们有来自台湾 义美的麻糬冰淇淋 哇 这个是我在英国没看到的 但是太大盒了 一盒有十颗 我怕吃不完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买 但是第二间呢 我买了一些冷冻的 像是水饺 你跟他们说 我第一次在店里 说我的太太是快来 你的太太是快来 我说我会回到我的太太 OK 我们刚买菜回来 煮饭前呢 我就先来吃个零食 我在中操里面看到这个 小馒头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零食 Do you know this biscuit is called the little 馒头 but then when I was little we called the button biscuits or button cookies because the shape of the snacks it just like little buttons 今天晚上在家里吃 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厨房 在家里煮晚餐 我记得去度假的时候 我婆婆曾经说过 别人的厨房 就是奇怪的厨房 就是不同的餐具 刀具也不同 然后瓦斯啊怎么样 开火那都不一样 然后要在那边煮饭呢 她觉得是一件 嗯 需要技巧的事情 我们住在Airbnb 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开火 呃 你也许会说 度假就度假嘛 何必煮饭呢 没错 我在过去的十年 其实我们都是 呃 就是住在饭店 然后有包三餐buffet 就吃到饱 呃 那这一次因为 由于我们要待久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想说 好像 home to home 度假时候也像在家里一样舒服 呃 不麻烦 因为我今天呢 准备的食材有这些 有刀削面 台湾来的地瓜粉 白菜 然后这个是豆腐 还有鱼片 啊 一点点酱油 小瓶的酱油 橄榄油 还有这个 是海底捞的汤底 我从来没有这样煮过 但是我想 来煮个 鱼片海鲜汤面 好 我现在就要在 西班牙奇怪的厨房 来煮这个 海鲜鱼片汤面 鱼片 原来它的汤包长这样子 嗯 这店里吃是很不错 尤其是它的三鲜 非常的好吃 我希望他们卖的这个 汤料包呢 也应该是不错的 和钱 1个 脖子 很确定 好 它 鱼片 不得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很棒!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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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果然大家はいة ان Bernie comercial 日本のスーパー店 parce que我穿 blst 有一位美國人と話してくれて やはり日本人では首相vertくない 韓国人されている ! 韓国人 International メイカオレ Thank you 哦,謝謝 那是為了我跟妳結婚了 我們吃飽了 我們出來走走消化一下 因為我覺得天氣真的是很好 呃,晚上的話 你認為現在多少度? 18 18 所以比較舒服 我們在金蘭園 我們會在金蘭園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觀看 請繼續追蹤我的西班牙小島陶逸生活日常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我是Joyce 我們下次見